好 再來關注的是在臺北市京華城 其實去年熄燈之後 最近展開了一連串的拆除作業 只是沒想到在昨天下午三點多 工地的八樓疑似是樓層坍塌 那麼導致這鋼筋樓板掉落到了一樓 當場造成了一名工人受困 北市建管處到現場查看之後 緊急宣布勒令停工 而這名求行工人在昨天晚間 十點五十分 在車體嚴重變形的小山貓內巡獲了 竟銷證實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已經身亡 家屬崩潰難以接受 京華城改建施工廳突發坍塌意外 緊急出動大型機具怪手開挖 晚間十點五十分受困在小山貓車內 年月五十歲的秋心男子 位置終於被巡獲 但人還沒救出脫困 甚至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晚間的二十三十零五分 將小山貓吊起 那發現這個傷者已經確定明顯死亡 事發在二十號下午三點多 這名秋心男子當時在一樓施工 沒想到進行到一半 位在八樓的樓板竟坍塌掉了下來 讓這名男子是動彈不得 而消防局也初步研判 除了樓板外 可能還有鋼筋拳堆疊擠壓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也緊急前往現場關切 其實回顧先前金華城改建工程就經傳多次公安意外 2020年5月5號當時執行拆除作業 沒想到工地內部竟突然起火燃燒 事隔不到十天 施工現場更直接掉落螺絲 當場砸中行精的一輛轎車 意外接二連三爆發 讓北市監管處宣布即刻起勒令停工 導檢出來了 然後監管處技師也看過了 那以公安跟勞安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我們都已經勒令停工 得到安全防護之前絕對不會讓他復工 就怕意外憾事再次發生 北市府這回不敢大意 業者想復工得先確定一切狀況沒問題 後再來討論 記者坦可鵬 夏俊辰 吳永安 A12組 台北 環境報導